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k第一名 那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 喔 真的好喝耶 那今天一樣是有父親節的特輯 那 我們還是跟以前一樣祝大家 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快樂 沒錯 這只有兩個人 今天是要來做手作 那首先呢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 白紙要拿來寫給爸爸的卡片 還有一個秘密箱子 那一些簡單的東西等一下我就會放在桌上 好 接下來就是這些東西 白紙 剪刀 紅椒 還有色紙 只是我家裡暫時沒有色紙 所以我不用吃這個 放了三年的 什麼 雲軒紙啊 不過我覺得到蠻像那種 皺紋子 好的 那我們鎖一下寫卡片 把這些東西都放到一邊 沒錯 這是我先打好的 這個 剩下就是可以適用父母清潔都可以 然後換一隻可愛的貓咪 對 好 開始寫吧 好 由於這是先印好的 所以寫得非常的快 好的 那卡片寫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進行一個 裝飾靈的動作 那我們首先先把它對摺 那這邊呢把它摺起來 好 摺好大概就好了 這邊往外翻做成這種 好像是領子的這種感覺 它就長這樣啦 好不好 這邊做的沒有非常完美 扭扣 好 接下來就是來到這個 精髓部分了 就是要我們用到這個 奇怪的做蚊子 那我們是要剪一個領帶的形狀 這個領帶非常不像領帶 直接放到這個 在晾分子裡 然後放下 兩個 放下 就可以做到 再放進那個 後面 我們這樣做 有兩天 在一起 它夾 好的 那這樣一個卡片就完成了 它這邊也可以當作一個封口的作用 到時候打開的時候再從這邊把它撕開 因為這口紅膠很容易就死掉了 那這個藍色箱子呢 這邊有一個鑰匙孔 把它插進去 然後轉開 打開來就是一個收納盒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浮清潔卡片放進去 好 密封儀式 那我們把密封給大家幹嘛呢 那這個就等到下禮拜五的時候再揭曉啦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祝大家福音節快樂 那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 趁 這一天的時間 因為這影片是早上上傳的 然後可以利用下午的時間 晚上的時候 把這個簡單的小卡片送給你的父親 跟你的爸爸 那我們 下期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